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刚过没几天 出去老先生也不幸病逝 还记得在昨天就传出老先生去世的消息 但这一消息很快就被官方辟谣 称为不实传闻 当时演员马思纯还亲自赶到医院去看望 这位陪伴自己长大的老爷爷 但转眼间老先生在今日就也离开了我们 就像黄晓明说的 演员是您最珍贵的身份 您永远受我们榜了 愿天堂仍有何话剧 虽然黄晓明最近这段时间出了不少事情 但从他之前资助一位白血病女孩 定位其筹备婚礼和陪护到最后一刻 到近年来多次捐助做公益 他还是一位值得关注的演员 毕竟我们对一个演员的评价 不能仅看负面 该批评时批评 该支持时还是要支持的 今天从他发本到念朱旭老先生的做法 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这是一个晚辈对前辈的敬仰 愿老先生一路走好 天堂仍有话剧 免则声明文中图片引用之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